那麼還有個問題就是一位朋友說他想請教一下 他說他在2020年初的時候 原計劃有一位徐先生在一起做生意 他當時給了這位徐先生兩萬塊錢美金 因為又是朋友就說算了算了就不用寫什麼收據了 但是後來疫情就突然爆發了大家的個自在家裡面 而且後來他就發現他聯繫不到這位先生 最後徐先生告訴他說我那個是回中國了 那這位徐先生是中國公民也沒有美國綠卡 所以他只有這個微信的聊天記錄證明說當時給了他兩萬塊錢 因為疫情又來了生意也做不成了嘛 這位朋友就說你要不要把那兩萬塊錢退給我還給我 但是這位徐先生卻以各種理由表示不退錢 他想說那我要不要在這個小俄法庭去告他一下 畢竟好像兩萬塊錢就是不算是特別大 但是也絕對不是個小數目 但是這位徐先生卻仍不在美國在中國 也沒有任何的阻止 就他就不知道他應該怎麼做了 如果去告他告得到嗎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好期聯合律師事務所的 好期律師來幫他解決這個麻煩 郝律師你好 你好 你好 很高興你請回來 謝謝咱們好 我先聲明一下廣播上的這種回答問題 沒有辦法給他解決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說明 我們是有這種律師和顧客客人的這種關係的 所以我先聲明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會引起誤會 首先這個問題我剛剛說 我大概我時間和大概的事實大概講一下 就是2020年的時候他們有 他有借這位先生兩萬塊美金 然後到現在一直嘗試不給他回還兩萬 大概的問題是這樣 那麼如何能夠讓他再進入美國的時候呢 能讓他還錢 讓他輸送呢 我跟你講這是程序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呢實際上是很小 很簡單的因為很小 看上去很小的問題 但我順帶呢在這裡講一下程序的問題 實際上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哦 那麼講一下小額法庭 小額法庭呢最高額是一萬塊錢 所以呢那他這個欠了兩萬塊 他最多的告呢也就是告一萬塊錢 這個我先把這個扔出去啊 OK 那麼另外 可以到普通的法院去告兩萬五以內的案子 那麼也相對來稍微快一點 可以到兩萬五以內 那麼如果說他要是認為這個先生是欺詐 根本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根本沒有 沒想給 就是騙錢就屬於欺詐的話 他有兩個方式可以去做 第一個呢去到當地警察局去告 到這個人 對 就是從形式上來找他 OK 從形式上看警察局會不會接納這個案子 警察局會不會把這個案子認為是欺詐 然後交給當地的DI去繼續偵查 和繼續就是看是不是起訴 或者呢在這上面做一些文章 那麼這是從形式的方面來講 那麼另外呢從民視上剛才我講的就是說 你要是告某一個人的話 你必須要把這個訴訟送到這個人手上的 嗯嗯 那麼這個人呢 他美國的綠卡也不是美國的公民 也就是說他在中國 那麼必須要經過海格公約的方式來遞到他的手上 那麼也就是說呢這個過程是相當相當複雜的一個過程 因為是通過國際公約的方式來做的 是非常複雜的 那麼也就是說這個過程呢 實際上就是光是第一步程序上第一步 找他的話這個錢呢 就可能就是兩萬兩萬塊錢的一半至少 哦 就是 那麼這是一個問題呢 程序上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說那他下次來美國 是不是怎麼樣能保證 他給他手上就是說 如果他有信心這個人下次要來美國的話 那他要自己要採取這個方式去怎麼樣 能夠知道他來了以後呢 把這個訴訟再送到他手上 那這是唯一的一個方式 沒有任何一個方式 除了這個人被刑事警告 或者說有地補令在外邊 那麼靜官的時候是不可能做到這一步的 明白了 嗯 就一個普通人靜官你不能隨便就是 對吧 那這是有地補令的 比如說 比如說呢 那我舉個例子就說 很多州對這個賭博都認為是違法的 不可以就不會執行 但是呢 在拉斯維加斯如果說你賭錢被起訴的話 那麼他這個 這個馬上就是全國的地補令 那這種方式他一定美國就會被 就會被 有可能被抓或者說是就被被通知 他被 對 所以說 所以說呢 像這種民視案件兩萬塊錢的話 這個靜官是不可能給他的 除非在刑事上面他 他有證據 然後呢 警察認為這個案子可以追究 然後呢 DNA可以去做 然後先發一個這個地補令在外邊 然後先把它讓他到外 到案的話 這種情況下 但這個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 明白了 嗯好的好的 謝謝 好期聯合律師事務所的好期律師 其實真的朋友之間好借錢 還是寫個借據比較重要 對吧 真的不是說嘴巴上說一說 我們倆感情好就算了 到時候不還錢 那你可能就要做好他不還錢的準備了 好的 謝謝好期律師 謝謝您 拜拜 好拜拜